首先是创意动机 台湾茶产业自17世纪传入 市面上的手摇饮店及餐厅业者 每天都会使用到大量的茶叶 冲泡后及丢弃 若未经妥善处置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于是我们决定自飞气杂业中提取丹宁酸成分 制作成墨水 而丹宁酸成分结合不同的金属离子 或是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颜色 并且有效地将飞气茶叶再利用 接着是创意目的 首先研究出制作方法简单且颜色多样的墨水 接着探讨出丹宁酸和离子的最佳比例 再来制作出干燥快速且有特殊香味的墨水 最后制作出纸张适应性加且颜色能持久保留的墨水 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 颜色多样 左图为不同酸碱环境下的不同颜色 右图则为结合不同金属离子所产生的颜色不同 茶叶墨水本身富含淡淡的茶香 书写过后能够快速干燥 并且拥有良好的耐水性 创意发想与设计过程 首先制作墨水 并调整其PH值 再加入不同的金属离子改变颜色 接着加入阿拉伯胶增稠剂调整粘稠度 再来保存方式是加入本甲酸作为防腐剂 接着调配出最佳的比例 即可完成墨水 设计相关原理 颜色形成 丹尼酸的结构含多分类 与铁岩反应可以形成蓝黑色的化合物 左边这张图为丹尼酸的结构 右边这张图则为与铁岩反应形成的化合物结构 接着是稳定性 芽铁离子接触空气后会氧化成铁离子 这使得书写过后的墨水拥有一定的稳定性 墨水中的铁含量高时 耐水性高且耐塞 左边的烧杯为铁含量过高的墨水 右边的则为适量比例 作品功用与操作方式 我们的产品适用于书写文字及绘画 操作方式为打开瓶盖并取出适量墨水 再将墨水倒入笔管中 之后将笔管装汇笔壳即可书写 制作历程说明 首先探讨不同PH值对丹尼酸溶液的影响 丹尼酸溶液本身的PH值不同 颜色也会不同 下图为银离子加入PH值2-9的丹尼酸溶液 可以发现颜色有浅之深 接着测试不同金属离子 在酸碱性的丹尼酸溶液中颜色的变化 在固定浓度的丹尼酸溶液中 加入不同的金属离子 可产生不一样的颜色 左图为PH值2的丹尼酸溶液 可以发现颜色有浅之深且颜色多样 右图则为PH12 可以发现颜色大多较深 接着比较 试售丹尼酸与茶叶水之墨水颜色差异 丹尼酸和茶叶水分别加入芽铁离子与铁离子 所形成的颜色变化性不大 左图为丹尼酸和茶叶水加芽铁离子 右图为丹尼酸和茶叶水加铁离子 制作墨水之实验流程 首先配置丹尼酸溶液 并配置金属离子溶液 再将丹尼酸10毫升与2滴金属离子溶液混合 并进行过滤 再将滤液中加入等比例的阿拉伯胶 接着配置本甲酸溶液作为防腐剂 再来取本甲酸5毫升加入溶液中并搅拌均匀 即可完成墨水 结论 1.茶叶中所含之丹尼酸成分 能与铁离子或芽铁离子结合 形成墨水之原料 2.使用市售丹尼酸或茶叶制作出的墨水 在各方面差异性并不大 3.改变墨水颜色的方式 有改变容易PH值或是加入不同的离子 4.容易的PH值以2-6为最佳状态 颜色呈现最显浊且多样 5.增加墨水之粘稠度 基本上皆以使用阿拉伯胶为最佳 6.墨水的最佳比例为 0.01M的丹尼酸溶液10毫升 金属离子溶液2D 阿拉伯胶10毫升 本甲酸溶液5毫升 丹尼酸溶液PH值为2-6 7.0M的丹尼酸溶液3D 5.0M的丹尼酸溶液5毫升 9.0M的丹尼酸溶液3D